大韩民国在世界被打入四墙之时 西海盐平岛的北方界线上 北朝鲜的巡逻舰正在和韩国海军第二舰队的虎头海雕357号生死对决 第一次盐平海战 韩商十一 两艘巡逻艇破损 潮商七十人亡三十人 一艘鱼雷艇被击沉 五艘舰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四艘舰艇受到了中等打击 为洗刷耻辱 北朝发动了第二次盐平海战 北朝把从T34坦克上卸下来的坦克炮当舰炮 居然把南韩的现代化军舰塔都满地找到了 21世纪的海战愣是打出了1894年甲午大东多海战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2002年6月29日星期六 那天韩国是和土耳其进行半决赛的人 博军首都医院急救中心却人满更换 另外一边 3579通信部队的情况事件听到几天前 北朝巡逻艇对于侵犯北方界线的异度 航空照片也拍到诱导翻发射台 这是个非常敏感的案件 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北朝就会发炮了 北朝秘密筹划 从陆岛出发388艇 进入延平岛西部并停留在北方界线上 目的就是为了困住南韩的高速炮艇的一个小编队 上午6点10分 北朝鲜的陆岛基地正在为388艇加急装备带领 韩国的六艘虎头海雕及高速艇从基地驶出 两组三个编队为出海的渔船坐护航任务 9点37分 发现驶离陆岛的敌艇 方位230度距离5英里 航速在20节以上 357艇艇长下令艇员进入战备状态 指挥部下令使力陆岛的巡逻艇 由253编队接应 232编队去接应登山串的巡逻艇 256编队保护渔船安全回航 10点01分 北朝舰艇越过了北方界限 韩军高速艇立刻靠近敌艇实施切断战术 10点48分 朝军684舰艇进入到一级战备中 韩军接到指示 在敌军发炮之前 坚决不可以先发炮 这个时候358舰舰舰发现 北朝舰艇的炮身方向都指向一处 下令双弦全力加速方向30度 357号改用左线 在反方向进行回避 不然船体暴露进行急转弯 三艇此时的距离不足500米 两国所有甲板兵进入左旋战斗状态 战火一触即发 其实北朝舰艇是有备而来 在开战之前 艇长假扮迷了路的运营 被韩军高速艇救起后 瞟了一眼 就知道韩军高速艇的火力配置 357炮艇虽然只有100路多 却装备一门40毫米机关炮 两门20毫米机关炮和 二艇6管7.62毫米机枪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39节 续航能力数百海里 是非常优秀的巡逻艇 不过聪明的朝鲜人很快发现了 357炮艇的弱点 就是防御力薄弱 全艇没有装甲到 近距离用大口径火炮攻击 只要几炮就可以让357炮艇 受到致命打击 于是 朝鲜人直接将T-34坦克固定在停手 作为固定炮弹 虽然T-34坦克的火炮非常老旧 但在一二百米内 击中目标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一个蚂蚁在甲板上爬行 就在357号艇员弯腰 想看仔细的时候 一发炮弹飞了过来 朝鲜人把T-34坦克固定在巡逻舰上 在二百米范围内 对准韩军357炮艇就是一炮 防御薄弱的357炮艇被打措手不紧 炮艇火控系统瞬间被摧毁 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88式自动步枪和73式轻击枪 对准357炮艇猛烈射击 357艇长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打得一脸懵逼 358女艇长发现357艇被袭击 立刻掉头支援 357机炮手在奋力还击 两国舰艇平行在二百米间隔的海面上 活力对拼 潮军的M1939 37毫米机关炮 摧毁了357艇的炮艇火控系统 炮手只能启用备用点 切换到手动模式进行还击 暴露在甲板边的M60机枪 对敌人进行有效打击 40毫米炮也发挥上了 比较优势 现在比拼的就是两国舰艇 谁的甲板后谁的武器先进 357号的空训员正在寻求支援 下一秒子弹就穿透甲板击中腰部 双方舰艇自此开始陷入惨烈的混战当中 刚过来的女艇长发现357号在射击的滚道上 无法直接炮火支援 双弦全力加速向右转过 此时的轮机长已经身受重伤 头脑被舱内的燕尘熏的神志不清 军人的使命感让他紧过方向盘 调整了航道 艇长回到甲板唤醒着 对生命无望的副艇长 北朝的狙击手已经瞭准了 艇长后果 就在起身的瞬间击中父母 刚才想捉蚂蚁的一护兵 这个时候清醒过 映入眼帘的都是枪林弹雨的场面 他第一时间冲进船舱拿出绷弹 去救艇长 但是更需要营救的是副艇长 但是这点纱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又跑回舱库去拿床单 发现了一名船员下的布板出去 躲在了脚落 双方还在不断的护风 357炮艇已经浓烟滚 双脚失去了动力 如果再不营救357炮台 估计就要挺成人王 两架KF-16战斗机紧急升空 232编队和256编队都向着事发海域高速前进 357号紧盛的艇员用残区的身体做最负的一号 一门火神炮也被利用 357火力明显减弱 另一名火神炮手看着青女的照片离开了人世间 这个时候 北朝狙击手再次开枪 打中了操作掌 在舰掌的微弱声音中 再次笑证航响 此时艇长的耳麦声中 都是挺员的呼救声 为洗刷第一次延平海战的吃 北朝发动了第二次延平海战 他们看似达到了目睹 但也付出了惨痛的殆劲 韩军的357艇艇长已命在旦夕 即将沉默的357炮台 仅剩两枚40毫米炮弹 舰长在临终前 主副舵手一定要坚持带着船员回家 面对这生死一炮 炮手不敢怠慢 调整角度 愤怒地发出一炮 这一炮直接带走北朝艇长 副艇长接替艇长的指挥权 先下令将受伤的艇员移到右边安全地带 让操作长继续向南行驶 剩下的队员继续攻击 但是现在能战斗的艇员已经所剩无几 操作长也失血过多 他让医务兵帮他简单包扎止血 看着自己美丽的妻子照片 一定要活着回去 这个时候又被弹片击中 他强忍巨头 把自己的皮带剪下把右手绑在方向多上 整个人趴在了方向盘上 甲板上伤员无数 这个时候机枪手也被击中 医疗兵想救起他 发现自己的战友已经无力回天 气氛地拿起M60机枪进行还击 又是那个北朝狙击手 带走了医疗兵 最后自己也死在了医疗兵的乱枪之中 赶来的253编队到达作战海 用76毫米剑炮向朝军射击 朝军六面受敌 没有外援救助 被打的都快成一堆废体 最终 在前来接应的388体拖转下 成功地撤回到了北朝海 第二次延平海战 韩国战死4名负伤19名失踪 1名无事故4名 潮伤25战死13人 在返回的途中受损严重的357体沉入海底 失踪的操作长在海底的艇中找到了他 发现他的时候手和方向盘还绑在一起 义务兵做起身向操作长进度 向他最好的战眼高 第二天 医疗兵死于战争并发症 无论他的母亲再怎么按下氧气也无力回帖 而年轻漂亮的妻子再也看不到他的海军照顾 韩国也好 朝鲜也罢 打来打去伤害的永远是自己曾经的同胞兄 而我们作为一个看客 以平常心看待韩国朝鲜这些年来的冲突 也可以寄希望两国能放下彼此谋 选择用更平和的手段解决问题 希望全世界都充满和平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